艾仙柳约乔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到了经营人生的节目 在节目的现场 我是徐文 我是花瑜 我们就有点紧张对不对 对呀 今天来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赵云荣博士 我特别这个博士强调 那我们先请赵云荣博士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接受两位大师的采访 而且一个是疫情大师 一个是做多年的媒体采访这些工作的大师 高兴和你们一起学习 那么我呢过去在中国时候做企业家 根据中国一个报纸经济日报的报道 报道我是学者型商人 因为我经过商 后来又做过学问 我是2010年移民到美国以后 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 在那边以后 两年以后后来到了联合国总部 在联合国总部 在一个恩基尔组织担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我这个组织叫国际信息发展组织 这几年我们又自己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国际战略家联盟 也得到了联合国的自杀地位的批种 这是2021年批种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在这里既做学问又经商 既做学问又经商 是个成功人 是个成功人 你还翻开你的人生就是一本书 每个人在这书里面 心酸苦辣什么都有 我曾经听到你说过 你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局部 不谋一事者不足谋一时 那这个话到底它的整个含义是怎么样 这个事情到了人生的一个策划的问题 其实人生在幼年的时候 包括青少年的时候 往往是不经过设计的 这时候需要父母呀 包括亲人呀 他帮你来设计你怎么发展 读一个什么好的高中啊 然后上个什么大学啊 但是往往大学毕业以后 你已经很懂事了 你已经接受了好多年的教育了 那你已经应该设计你未来的发展 在世界上 我记得哈佛大学有一个研究 他说其实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 是不设计自己人生 没有设计 就是过了一天是一天 做了什么工作就是什么工作 其实只有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 他会自己设定一个理想 设定一个发展的目标 然后朝着目标 稳步稳步的前进 然后使自己的人生很精彩 他们有一项研究呢 就说观察了 哈佛有一个团队观察了五十年 这个人生 这个所走的漏 他发现呢 百分之十几有目标的人呢 赶到他五六十岁的时候 往往人生呢 做的职务也很不错 经商的话也获得了很好的成就啊 往往做到了大律师 甚至说政府也做到高官 甚至写作也成为作家 那些没有目标的人呢 往往就是成为庸庸众生了 虽然和他们在中学和小学 大学时候也差不多 但是呢 往往融为社会的中下策 当然我们知道 社会其实没有高低贵贱之风 人和人也没有高低贵贱之风 但是生活水平这个东西呢 总体封出来 哎呀这个是一马富翁 这个是百马富翁 这个是一经大师 这个是做了多年 多年围体的大师级的人物 其实呢 照我看来 中国古人有句话是 不谋全居者不足以无局部 不谋一世者不足以无一死 他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你作为一个人才来说 你应该这个局部呢 也可以只是全国 也可以是全世界 也可以是在你所在的这个城镇 比如说我住在新泽西 我新泽西成城 你为这个局部去摩的话 你的人生往往会过得更好 那摩一世的时候是什么呢 人生要奠定理想 我们举个小例子 搞意见的人往往知道王阳明 王阳明先生在十八岁的时候 别人问他说 哎 你将来想做什么 这就是摩一世呢 王阳明说 我想成为圣人啊 问他的人大吃一惊 你十八岁的个小伙子 怎么成为圣人呢 其实王阳明是知行合一 他每一天都在调圣人 每一天都在实现自己的目标 所以说他成为一个继孔子孟子之后呢 杰出的儒学大师 这个是古今中外都推出的 就像你讲的 我们一般的 现在看到的成功人士 通通都有他的故事 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都会自强不息 好 那我相信这个博士也会有这种自强不息的 这个生活上的经验 就像你讲的 厚德在务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 你有什么值得我们大家分享的经验 我们知道《易经》里边《茄卦》 它的卦谣词是 天行界 君子刀自强不息 地势空 君子刀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 那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是你在你懂事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总之该为自己做些什么 这个自强不息呢 孔子归答了三点 就是做人的三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 孔子说 人生的第一层境界 叫修生以气 气这个契约的气 就是符合规矩符合规律 就是说你要好好修养自己的品德 符合社会大众的规范约则 修生以气 这样的话 不至于和人家 就是谁都和不来 你需要和大家的都能和谐相处 修生以气 第二个阶段呢 叫修己以安人 这是孔子的原话 他说我修养自己的品德 我做一个好人 我能为周围的人做些事情 特别是为自己的父母啊 我们总得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吧 我们总得用兄弟姐妹 这些亲戚朋友 叔叔阿姨 因为我们这样光 因为比如我办了个小公司 他能派孩子过来就业呀 他能因为我挣了钱以后 过年我给他个三两千美金啊 是不是这样就是 那个时候呢 古代是给银两不是美金了 那么现在来说 你能给周围的人钱 说明你有私学的本质 就是说你修己以安人 那么父母因为你 这样出息的孩子 在邻居面前非常有光 在亲戚面前非常有面子 然后呢 因为你很出色 所以说呢 你死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就是修己以安人 安人就是安东你熟悉的人 那么再往大 孔子他到了更高的一级境界 他就是修己以安天下 我说的话是刚才符合厚德载物和自强不信 其实修己以安天下是什么呢 你通过你的努力 能使你所在的城镇 所在的国家城市 能得到安定 甚至说安定一个国家 如果说你能奠定一种思想的话 那社会都能因为有你的思想呢 感到社会解除度一切苦恶 就比如说释迦摩尼的思想 他就解除众生的苦难 他有这种目标 所以说呢 他就说修己安天下 什么人能做得到呢 我们知道做到的并不多 刘邦克做得到 唐太宗做得到 释迦摩尼 比如说老子孔子 这些高僧大德嘛 他们以安天下以后呢 既透露了他一生 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自强不喜 其实人啊 如果要是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很不容易很难 为什么呢 你每天都得努力 得严格要求自己 得宽一代人 严一律己 这样的话 你才能往往有所成就 你看到中老年的时候 你能有所成就 是吧 那厚德载务是什么呢 一个人 他最近科学界有个研究 说人不能自私啊 你总要想着说 我要给社会付出啊 付出啊 为别人多做一些贡献啊 往往过了几十年以后 其实你日子过得很好 过很好的生活 你老要自私 老我摘别人的光 老我摘别人的便宜 结果到头来呢 哎 往往这个人是过得极其长 生活都不行 我想这点 你们俩比我经验更丰盛 舍得 舍得 有舍才有得 我想你刚才讲的哦 这么一番话 当然移民到海外 都有一段 尤其到美国来 有一段辛酸的历史 而且你能不能谈一谈 你自己的整个曲折 我想不可能 你一出来就说 哇 我就要厚得债务了 要怎么样了 总有一个过程吧 嗯 是的 我认为呢 我也接触了好多 在海外的华人 因为我到过好几个国家 居住生活国 早期2004年左右 我到了英国 在英国办公司的上市 那些事情 那时候接触英国的生活 后来呢 我又到了巴达嘛 就中南海 巴达嘛 也成为那边的人 后来呢 我2010年左右呢 我觉得那些地方 那华人还是很少 生活呢 比较寂寞 所以后来我想到 到美国 美国我是 我其实在这之前呢 已经到过美国了 给我留下 很深的一个小时 我在2001年 我头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呢 我到了联合国总部 当时感到那种气氛啊 哇 非常好 庄严肃目 我觉得它透露着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的思想 哦 你的感觉是呀 感觉哦 留下一个小时 这让我很感动的 它的落泪的一个标志 这是什么呢 它是门口有个左轮手枪 把它枪管呢 弯了起来 就是枪管不是平手 射子弹 它把它折弯了起来 然后呢 上了天空 意思是呢 和平 和平 住戒为离的思想 就是我们不打仗了 现在那个雕塑呢 我最近去看 还是在那里立着 当然这个雕塑是自1999年的时候 瑞士送给联合国的一个礼物 这个思想呢 都能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带来了普世价值 好多的中国人 是不知道什么是普世价值的 就是普世价值 它什么东西是普世价值的 有些人呢 愚蠢的竟然骂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 从不同的富人和穷人 不同的种族民族 不同的肤色 这些呢 共同提列出来一种 共同的东西 就是说 过去人们认为 在这个上面 从数学角度讲 它没有最大公约数 因为人 你想你生在比尔开茨家里边 他生在一个普通 穷苦农民家里边 他有什么贡献呢 但后来呢 他们得到一个贡献说 那么对于自由的渴望 平等的渴望 博爱的渴望 对于忠重的渴望 都是一样的 无论乞丐也希望得到忠重 是吧 但比尔盖茨更希望得到忠重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觉得人们对忠重的这个需求 往往是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说我就接受这个普世价值的思想 那次过来以后 留下一项最深的一项是联合国 后来我在2010年左右做企业呢 因为我是在投资过地产 投资过矿产 小取得的一些成功以后呢 我就有一次和王氏聊天在北京 我说王总呢 还有什么人生的理想 你看现在咱们都做企业做得不错了 他说是 哎呀 留学啊 出国留学啊 我想是啊 那时候 你知道从美国回去中国的留学生啊 那都是摇起头来看问题 牛啊 可能台湾也是一样的 美国回来的留学生都很牛 得到 刘洋嘛 刘洋回来充重的忠重 洞金 对啊 我们想呢 我们既然已经挣了一点钱 有着学费自己都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何不去留学呢 后来我就申请 这个叫自我增值 自我增值 摩帕攻打了二十年 很勤奋 很辛劳 而且呢 现在想着我们能 安心的向你们说说 镀金一下 静修一下 把自己水平提高一点 这不是更好吗 那叫做在职静修 在职静修 后来呢我就说 我们选择格大 没想到王老师呢 申请那个哈佛大学的法卫学者 就换申请我了 我那也是申请了 然后在那个哥隆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 有一个东亚研究所 我到那里把我算是录取了 录取了我就去那儿读书 读了两年以后 正好呢 哥隆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 也叫SIPA 它是和联合国一起合办的 合搞的这么个机构 所以说呢 经常有联合国的官员去那里讲课 去那里讲一些外交的内容 我在这过程中呢 逐渐认识了一些官员 认识了一些官员呢 就是和他们交成朋友以后 后来联合国有一个国际组织 叫《联合国友好理事会》 叫Friendel Ewen 那在这个机构呢 诶不错 正好需要一个人 需要一个副主任 我呢 哎呀 我说这次现在已经 隔大也读完了 我是回到中国去呢 还是到其他国家经商呢 还是在这儿留下来 那时候可以把接触人才移民 后来我呢 就算留下来吧 在这里适应美国的情况 接触人才移民就留在这里 所以你没有什么太心酸嘛 你还蛮顺利的 对呀 但是我接触的好多人呢 好多充满了心酸 充满了心酸 其中我认识一位啊 他名字叫菲利普 姓什么我都不记得 是一位华人 在61年的时候 中国非常饥饿 那时候是非常空难的时期呢 他呢 保了一个汽车轮胎 汽车轮胎 那个动下来 是冲了些气嘛 然后游泳 从广东这边游到小岗去 游到小岗在中间 因为他那时候吃不上饭嘛 饿得要死嘛 所以说没吃过饭 在中间就晕过去了 晕过去和他一起同优的两个人呢 后来就不见了 当然可能就是淹死了 或者什么 他呢是醒来的时候呢 已经躺在了香港这个 一个岛屿的岸边 对海洋警卫队发现的 真是辛酸 辛酸吧 是的 后来这个人竟然在香港呢 就是一开始打工嘛 挣点钱又开餐馆 开餐馆呢 在香港觉得 开餐馆挣了些钱 巨大的开呢 去美国开吧 当时他已经办了香港的护照 到美国容易 所以说后来到美国 到58街左右开了餐厅 开餐厅挺大的 不错 所以它是一个 你看到的辛酸的人生的一个渐进 渐进